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部長 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中央跟地方防疫的測量要一致 那我們這裡有 開放到75歲以上 可是這一批的疫苗 剛剛有各縣市的對於年長者開放年紀都不一樣 雙倍像85 然後桃園好像是81歲以上 然後各個都不一樣 那剛剛有特別講說 也有講說 在那個究竟施打不一定要看戶籍地或是居住地 那有一些他可能居住地不一定 里長會知道 那也有像桃園市這邊是里長通知分階段施打 可是他那個里長不一定知道居住地的長者 他這邊有這一位這個人 他不一定有造冊 那各縣市的施打年紀不一樣 還有接種的 預約方式 有些用電話 有些用網路 這些策略都不一樣的時候 那中央有沒有 什麼方式可以讓民眾能夠更知道說 我是可以打的 或者是我是符合資格的 到底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政策 沒有 統一的政策我們就不斷地 透過各種的方式 那在記者會也好 再三就是說說明 現在間階段的一個注射的目標群 是哪一些人 我想這個管道很多元 相對的要接收到 就 當然我也不能否認說一定會有人 是不是有非常少數的人沒有接收到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都會接收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再加上地方 他們也是用多重的管道 多重的方式 不管在他們 就是將來可能不管用電話也好 直接聯繫也好 或像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理幹事去發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注射單 等等的都有 就希望盡量讓能夠 應該可以打的 到了可以打的 他能夠及時 得到這訊息 及時來打 那很多地方政府的相對他們採取的策略 不太一樣 方式不太一樣 那我相信是地方政府對於 自己的地方的一個瞭解 還有他 所有的一個年齡群的一個分布 那他們訂出這是相關分流的方式 讓大家在比較有秩序的情況下 都能夠來接種疫苗 所以這個是大家地方在他的一個政策上的 一個調整的 大家知道吧 大家知道吧 大家知道